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比如说有些人出现了牙齿 不能咬合 或者见了有些东西不干吃 我们所谓的齿松发拓 又应该怎么办 还谈到了肩中瘾 骨质增生 这一类的问题应该怎么办 那么这一节课 我们继续喊身最后的一个问题 在肾的联系当中 要肾 开窍语 二音 即耳的问题 很多统治可能出现了耳鸣 比如说这段时间 老就得自己耳朵里边在响 耳鸣 眼中的人还出现什么了 脑袋响 我们把它叫做脑鸣 还有人出现什么 听力的下降 肾子出现了失聪 我们所说的耳聋 那么一说到耳鸣 耳聋的时候 我想全中国人都在说 肾虚了 肾虚了 你吃点补肾的药 那么同时呢 在药店当中 也可以买到一味药 叫做耳聋 左肢丸 这个药 就是治疗耳鸣耳聋的 那么这个药是治疗的什么 耳鸣耳聋 耳鸣耳聋 又应该怎么办 这两个问题应该怎么办 大家再回想一下 我在整个的脏象当中 曾经这样讲到了 在讲到脾的时候 我说脾为气血化生之源 如果脾气虚弱 脾气下陷的时候 精微之气 不能向上述松 这样就会导致气血化缘不足 当气血化缘不足的时候 我们就把它叫做气血亏虚了 气血亏虚不能向上荣耀 头翘的时候 我们把头翘叫什么 叫做轻翘 所以就会导致轻翘失痒 而轻翘失痒以后 就会出现耳鸣耳聋 这是我在皮里边 讲到了 轻翘失痒的问题 它会出现耳鸣耳聋 所以我当时曾经告诉大家 我说耳鸣耳聋 好多人 好多人 不是肾血引起的 尤其是大家 出现了耳鸣以后 然后去干嘛 去做电真厅 就是找西医大夫去检查 然后西医大夫给你检查完 会告诉你一个结果 说你这个情况 就是神经性耳鸣 反正也没什么太好的办法 那么中医里边到底应该怎么办 皮里边我给大家讲到了 这是一种情况 那么同时我在肝里边还给大家讲到了 如果说当肝羊上抗 或者说肝火上炎的时候 它也会发生耳鸣耳聋 那么好 今天在肾当中 我们又谈到了肾开窍于耳 当肾经 肾经亏虚的时候 它也会导致耳鸣耳聋 这么多的原因 那么如果我们出现了耳鸣耳聋以后 到底应该怎么办 同志们 自行去购买药物可以吗 很显然不可以 因为我们好多人都把它关注到这来了 那么其实大多数的耳鸣耳聋的患者 并非由他所得 如果不是肾经亏虚导致的耳鸣耳聋 你恰恰又用上了补肾的药物 而补肾经的药物 它本身是紫逆之品 是紫逆的 大家还记不记得 我在皮里边曾经讲到了 皮是洗皂而务实的 而资逆之品 它属于资逆的资逆的 那么它类同于湿 而皮本身是务实的 所以如果说这个人的耳鸣 是由于脾气下陷 气血化缘不足 导致的轻翘失氧 你自己不知道 而你把这个药物吃上了 一定出事了 用药如用兵啊 错了 最后没效果 不仅没效果 没效果也罢了 关键是延误了病情 加重了病情 这才是我们最不想看到的 所以一定不要把一个耳的问题 仅仅局限在肾里边 好了 有同事又问了 说老师那你说 我这个我现在就在耳鸣了 我这个耳朵里边像蚊子胶一样 白天我一忙还是不大 我一工作可能也没留心 我一静下来的时候 尤其是一睡到床上的时候 周围都静下来了 我这个耳朵里边 和蚊子响一样 那你说我这个耳鸣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 告诉我一个方法呗 我现在就想吃点药 明天我就不想让它想了 别急 心急永远吃不了热豆腐 理论搞清楚 下来告诉大家 下来干嘛 先去看 我在讲到皮的时候 我是怎么讲的 然后再去看 我在讲到干的时候 我又是怎么讲的 然后再来看 我现在讲 我上两节课 讲到肾的时候 又是怎么讲的 当你把这些问题 我前面讲的课程 都搞明白了 一并一讲当中 我会告诉你方法 有些人还这样说 老师你打这个人比较乖 你告诉我个方法就行了吗 我用就行了吗 你为什么非要让我学理论呢 学着的态度 就是这种态度 我不仅要把你的问题解决掉 而且我必须让你明白 为什么我把你的问题解决掉了 我还必须让你清楚 为什么你原先 曾经吃了不少的药 为什么就没管用 我在一开始 我们所有课程一开始 我就给同志们讲过 我说我的课程 不仅仅是要告诉大家 中医是怎么回事 不仅仅要告诉大家 中医的理论是怎么回事 我更重要的一点 我要正本情缘 要排除掉大家心里面的一些想法 同志们你们永远记住 人 包括我在内 有一种情况 先入为主 先入为主 你每天都在想 这个肾堪桥鱼儿 肾堪桥鱼儿 中医里面是这样讲的 所以耳鸣辣 我就应该吃补肾的药物 这个概念在你的大脑当中 已经根深蒂固 所以当我讲到皮 是由于皮出问题的时候 或者由于肝出问题的时候 你就根本不会相信 我所说的话 不值者不值兵 你不相信我所说的话 所以我即使把方法告诉你了 你也会不用它 你甚至会认为 我讲的是错的 所以你说 我现在不能告诉你方法 我不仅要证明 我还必须看中我的手 清楚了没同志们 什么叫做手 不丢手 那么也就是说 我给你方法了 我给你方法了 我必须让他管用 如果我给了你方法 你从理论上搞不清楚 你想用或者不想用 最后还是没整明白 最后用了药以后 没效果 没效果 你是毛病没有治疗好 而我可就把我的手丢了 你出去就会说 那个人 说的我方法不行 不管用 这个事情不能做 作为一个职业者 作为一个学者 把自己的手艺看着是很重很重的 手下的工作 手下的活 手下干 不是我手下的活 我不能干 所以你看 在我们很多问题当中 我明确的告诉大家 我明确的告诉大家 你就知道是怎么来的 最后一用 效果挺好 你才会说 中医管用 为什么出现 中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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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类使用了三千年了 我们的理论是五千年的理论 他怎么没效果 他要没效果 现在早不用他了 试着生存 优胜劣汰 早就把他淘汰掉了 所以我这个时候 我只能告诉我的患者 我说 不是中医疗 不管用 是医疗 你摩持对 他还在跟我讲 我就是照另人家 哪哪哪地方的一个教授 看你吗 人家也是教授 反正现在这个教授比较多 网上都是教授 我有时候给老北京开玩笑 我说你现在走到大街上 一个砖头撇出去 五个是趴下的四个班教授 其中还有一个副教授 多慢 你现在看看我们电视当中 每天在电视当中讲养生的 不都是叫做教授吗 你看看每天在那个地方 讲那个讲那个讲那个 每天把我们那家老头老太太 哄得按点打开电视机的人 不是都叫做教授吗 但是你去查他的履历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人事部的答案当中 你去找他 你知道他是干嘛的 我也不知道 所以这就是一个真正的学者 和 每天逛口嘴 说话的人的最大的区别 不是中医不管用 而是没用 这是我说的耳鸣耳聋 大家要把这几个问题搞清楚 其二一个问题 二音的问题 那么二音的问题 当然就包括了一个前音 一个后音的问题 那么前音呢 不论男子还是女子 他的前音 那就是一个是尿道 比如说在尿道当中 有些人出现了尿瓶 尿筋尿痛痛 尿灼热 排尿的时候 小便的次数多 每次尿不了多少 而小便的时候 常常感觉到尿道里边 有着热拉拉的感觉 那种刺痛感 当然它的原因很多 比如说下泌尿系的感染 可以引起 是吧 比如说泌尿系的结石 可以引起 那么也没有感染 也没有结石 老北京说的 上了点火 他可能今天也会感觉到 比如说今天一上午 天气比较热 出汗比较多 但是有没有及时补充上水 他也可以 当然泌尿系的结石 我在这地方不和你讲 泌尿系的感染 比如说肾药丘神炎 肾余肾炎 膀胱炎 这些问题可能我也不和你过头说 因为我们打点抗生素 一星期的抗生素 去解决问题 尤其是肾余肾炎和膀胱炎 一星期的抗生素 一定管用 但是吃中药来的快不快 吃中药来的也快 绝对不亚于 用西药的抗生素 但是我们现在老北京 是不是有这么一种认知 说这个东西我吃 我打液体来的快 我喝中药吗 来的很慢 所以当你没有完全 接受中医的时候 我是不会给你开中药的 在这个疾病的治疗上 你没有完全接受中医的理念的时候 我也是不会告诉你方法的 当然到时候 我会在一并一讲当中 我会把这种症状 把这种症状的方法告诉大家 如果你真正的就是特喜欢中医 你也可以用一用 但是我敢保证的是 它绝对不亚于西药的抗生素 这是尿道里边的第一个问题 那么尿道里还有第二个问题 比如有些人出现了 尿病尿急 尿等待尿无力 尿低离不净 我们前面讲过 尿尿打湿孩的问题 男性的前列腺增生 这个西肯没办法了 我先用点西药 对不起 西药没有治疗这个病的药 那你只能找我这个中医了吧 好 后面我会告诉你方法 再比如说 女同志讲了 说老师啊 我又没有前列腺 我女人嘛 没有前列腺 但是怎么我也有这种 尿疲尿尿急尿 等待的症状呢 人家别是尿尿打湿孩 我不可能打湿孩的 但是我老觉得尿不干净 但是我也老感觉到 夹不住尿 说要小便 马上往厕所走 走到半路里边 可能滴滴答答的 滴出来几点 叫他夹不住尿 对了 这个问题又怎么解决 反正吸引我办法 我会告诉我的办法 效果不错 一病一讲 请等待 这是在前因里边的尿道的问题 那么女子在前因里边 还有一个什么呢 阴道的问题 那么既然谈到了女子阴道的问题 那么她不外乎这么几种情况 比如说第一个 月经不调了 有些人是月经先期了 有些人是月经后期了 有些人是月经先后不定期了 怎么办 我会告诉大家 还有一个问题 有些女子出现了崩楼 一直在出血 就是止不住 甚至有些女性 甚至有些女性 说我这月经是今天来的 这个上个月的今天来的 到今天一个月了 哩哩喇喇喇 还玩不了 我去找西医大夫了 西医大夫给我做个检查的时候 让我轻功 而很多女同事 轻功 一轻功就好起来了 过上一段时间又不行了 又得轻功 在我的病人当中 有好多这种的病人 每年要做两次到三次轻功 不做轻功 这个血液止不住 除血止不住 那么好 中医是有办法的 效果很好 怎么办 后边会告诉大家 还有一个问题 女子带下病的问题 有些女同事说 我这段时间 怎么老感觉到 有大量的分泌物 但是我也不一样 我也没有异味 没有其他任何感觉 就是白带的量特别多 怎么回事 还有人想了 说我这段时间 白带的量很多 而且老是有种奇怪的味道 像什么呢 像鱼腥味一样 痒得很厉害 怎么办 还有一些女同事讲了 说我这段时间 白带量比较多 这个分泌物像什么呢 像豆腐渣子一样 身子里边颜色还发黄 闻着也是有这种 难闻的臭味 怎么办 后边会告诉大家的 一病一讲 请等待 还有一部分女同事讲了 说你刚才说的 都是那个白带的分泌量多的不行 那我现在不是多 我现在就没 我老是感觉到 整个阴道当中是干涩的 甚至有时候有点疼痛 为此 我爱人已经和我闹了 好长好长时间别扭了 为什么呀 由于白带量太少 整个阴道它是一种干涩的状态 所以 每天我离人家远远的 夫妻的性生活 我们一定很长时间很长时间没有了 为什么 疼 所以两口子闹得非常不愉快 我自己还感觉着我委屈 你说这咋办 请等待 一病一讲 这是前阴部的问题 后阴 那么 中医里边把它叫做 破门 中医里边讲到的是破门 内经当中有一句话 叫做破门以为五脏石 什么意思呢 那么也就是说 一个破门 西医里边把它叫做肛门 它是干嘛的 排泄糟粕的 由于它是排泄糟粕的 糟粕的破嘛 写了个 通甲字 所以排泄糟粕 谁管人 五个藏都管他 五个藏都管他 所以同志们再回想一下 我前面讲到的心肝肺肾肾当中 好多地方我都涉及到了这个内容 两个问题 一个便秘的问题 这可能是现在更多女性关注的问题 那么当发生了便秘 应该怎么办 比如说我曾经做过调研 我给他们发一张表格 我说有多少谁是便秘 在上面给我打个勾 如果你是便秘 你继续往下打勾勾 如果不是便秘 你就不需要给我打勾了 那么我的内容是第一行便秘 下面你所用的方法 五花八门童子们 有好多人说 我吃香蕉 有人说我喝蜂蜜 还有人讲了说我吃大叶子蔬菜 还有人讲了说我每天泡的喝反血叶 还有人讲了我吃芦荟 还有人讲了我吃锅导片 还有人讲了我喝黛 还有人讲了我喝那个茶 那个茶 还有人讲了说我吃麻人玩 可以说一个小小的便秘 我们很多朋友甚至出现了无所不用其极的方法 最后还是解决不掉 那么一个便秘 他为五脏使 到底应该怎么办 怎么去治疗他 请等待 一病 一讲 与此相对的 那就是腹蜇 腹蜇的问题我在皮里边谈到过 那么一个腹蜇是不是就是一个皮的问题 大家再回想一下 下去以后再复习一下 我在皮里边给大家画的那个图 画的那个图 当时在那个图里边我告诉大家 清气不胜 就为蜇 是不是仅仅就是一个皮的问题 大家再想回去再看一下 我在肾当中曾经讲到了肾竹水 还给大家画了一个图 而且在那个图里边 我用红色的笔 画了这么一个尖头 这个地方是皮 这个地方是身 这个地方我还写了一行字 身羊 稳韵皮羊 所以一个腹蜇 和谁有关系了 一个和你的脾胃有关系 一个和你的肝有关系 一个还和你的身有关系 一个腹蜇 当然了还和谁有关系 还和小肠 大肠 有关系 所以后面我会专门给大家讲到腹蜇 一个腹蜇 从基本上来治疗谁 出现什么样的问题 应该去顾忌谁 应该怎么办 我们腹蜇会做一个专题的讲 把我们临床遇到的这种情况 大家经常发现的这种问题 在一个基本方的基础之上 遇到什么情况 怎么办 遇到什么情况 怎么办 遇到什么情况 怎么办 我们要把它归纳起来 这样 大家在家里边 如果说 我们正在被这个东西所困扰 家里边我们一用 就好起来了 这是我们这节课 谈到的开窍语 二音及耳的问题 那么这节课 没有从理论上过多的去探讨 只是告诉了大家 耳出现问题怎么办 二音出现问题 我们更应该怎么样 总和性的去考虑 总和性的去分析 给大家拉出来了 这么一个大体的框架 然后为什么理论性的东西讲的少 因为这些理论性的东西 我在前边都讲过 大家按照我刚才给大家的提示 去进一步的复习 去看我前边讲的内容 这样到我们一病一讲当中 我们一个疾病一个疾病 讲的过程当中 大家脑袋里边的理论的框架是形成的 那么方法一出来 你就明白了 为什么要这样做 知其然 知其所以然 这就是我们真正要做的一点事情 好了 这节课就讲到这儿 感谢观看